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讲到了我们对象中的这样一些继承 讲了很多种模式,那其实呢我们的模式还有很多 那在这一块呢我们就不继续再往下讲了 相信到这儿呢,听到这儿大家已经读得已经很晕了 对吧,像有那么多种模式都可以实现我们的继承 那接着呢,假如说你想更深入的学习 我们这个Math学院之后也会开一门这个JS的面向对象的一个课程 在这里边呢,大家可以进行一个深入的学习 那我们主要针对于我们这个课程呢,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你学过这么多继承的这种技术呢,没关系 那我们什么时候来用呢,或者说用哪种继承呢 那之后呢,其实你在以后的实际开发中 你就可以根据你的项目的具体需求来选择一个合适的继承方式 当然这些继承方式呢,你也可以结合起来来使用 这个是没关系的 那说了这么多种继承 其实呢,以后如果你要想学这个JS 你想自己来写这样一个框架 JS的MVC,对吧 或者你想写,或者读别人的 读一些开源的前端框架 都可以,你就会看到里边有这样一些继承的方式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呢,也是为了以后我们深入学习 做了一个准备工作 所以说呢,大家在学之前的课程的时候 不要感觉麻烦,对吧 一点一点的按照老师写的案例来做就可以了 在这呢,我们就不继续往下讲我们的这个继承了 那我们JS中的对象呢 我们讲了,拿了大量的时间来讲 那确实也是很重要 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一块好好学习一下 那在之后的课程中 我们就不讲我们的对象了 那下一节课呢,我们主要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 数组对象 最后一个这个内置对象,数组对象 还得讲一个 讲完这个之后呢,我们JS中的这些内建对象 我们就讲完了 那这一块呢,主要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 好,那下一节课呢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数组对象就可以了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